谁是终极英雄 是我们喜欢的一个栏目 有自信 敢担当 敢挑战 谁敢横刀立马 谁是终极英雄 终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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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下一个就这个 我们期待着 让我们共同见证 英雄的诞生 加油 加油们 今天来自第二十集团军 某私信大队的驾驶高手 将在我们 谁是终极英雄的赛场上 一展中原铁骑兵的风采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 谁是终极英雄系列节目 车王争霸赛 现在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上一集比赛的情况 来自第二十集团军 某私信大队的驾驶高手 在我们 谁是终极英雄的赛场上 经过了基础体能 和驾驶技能等 多个科目的比拼 最终赵东旭 多禄 以帅和钱 经过海选 赢得争夺终极英雄的资格 他们首先进行了 第一关的角逐 在拖动5.5吨的汽车30米 体力受到极大消耗后 他们又在猛眼 模拟黑夜的情况下 驾驶7.2米长的汽车 进行猛眼掉头 然后进行精准倒车技能的比拼 最后在模拟震毁路 进行了驾车平稳性的比拼 最终 李帅因在猛眼掉头 合过震毁路科目 失败而被淘汰 第一棒选手 李帅 淘汰 在第二关的 模拟冰雪路比拼中 赵东旭暂时领先 郭禄暂居第三 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三军队员 我叫赵东旭 来自私讯五连 家是河南拱义 在部队开车已经八年 近四年来 连续被评为优秀教练班长 我认为 车才是我的第二生命 我叫郭禄 来自山东围方 我最大的特点 就是钻研 喜欢干一些 别人平时不愿意干 不想干的事情 入伍七年 当了六年的汽车兵 我干了许多 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平时不喜欢说话 但喜欢钻研 战友们送我一个绰号 叫牛角尖 这是三号河前 一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 平时喜欢健身 打台球 还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 入伍之初 指导员就对他说过一句话 人可以把目标定得很高 但不能不脚踏实地 以前他做事总是很着急 目标往往难以实现 现在他学会了一步步努力 相信梦想可以变成奇迹 三位选手到底将经历怎样的考验呢 三位选手谁将成为本次比赛的 中级英雄呢 接下来请您收看 谁是中级英雄 中原铁骑兵下集 观众朋友 现在我脚下的这段路 是我们训练场的模拟高架桥 它的宽度是我两个手掌的距离 相信在一些汽车类的竞技节目当中 您也看到过汽车过钢轨 今天呢我们就要带您去看一个截然不同的钢轨 现在钢轨变成了和我手指一样粗细的钢丝 我先去体验一下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在一些杂技类节目当中 也看到过演员走钢丝 非常的惊险 但是您一定没有看到过汽车过钢丝 想象一下 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手们带来的 惊险刺激的汽车过钢丝 车过钢丝实战意义 本科目重点考验驾驶人员 驾驶汽车通过等轮距钢丝的特殊技能 以提升驾驶员在特殊复杂路况上的通行能力 车过钢丝科目比赛规则 一 距地一米高 设置两根二十米长直径一厘米钢丝 二 驾驶勇士车在两分钟内通过钢丝 三 车辆掉下钢丝为失败 四 用时最短枕获胜 二号参赛选手赵东旭 首先对这个高男科目发起挑战 启动汽车 截紧钢丝 要想顺利通过这细细的两根钢丝 最关键的是要对准方向 使两个前轮能够平稳地开上钢丝 并且要力争使轮胎的中心线与钢丝达成平直 这个头开得好不好 对于赵东旭来讲可是至为重要 车辆在平台略做调整 两轮压上钢丝 两轮压上钢丝 后轮是不是偏了 细看车轮 再做细微调整 找东旭很镇定 看看特写 车车轮有细微调整 压在钢丝上的位置很准 车辆 车辆平稳前行 换个角度看看 也有点偏 四轮 四轮精准地压在钢丝上 前轮顺利地上平台 一气合成 漂亮 一分三十九秒 第二个上场的是三号选手 和钱 赵东旭的成功闯关 既让和钱看到了一种希望 也无形中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和钱能不能精准 驾车通过这两根细细的钢丝呢 在战争条件下 汽车经常需要面对临时路 简易路 狭小窄道 当没有工兵铺路 战时的表现和心理素质 就非常重要了 他能否压上钢丝 敢不敢开上去 这非常考验选手的心理素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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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向前一点点为宜 两轮压上钢丝 换个角度看看 还好车轮压到钢丝 车辆平稳前行 能否顺利通过钢丝 后轮也压上钢丝 河前开得很慢 轮子偏了 眼看着四个轮胎有些偏 整个车身明显偏右 再这么开下去 可就危险了 通过这些车身明显也通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呀 即将到达对面的平台 两个后轮还是掉下去了 很遗憾 没有闯过这一关 河潜很沮丧 他郁闷地待在车里 让大吊车来助一臂之力 这个关键科目得了零分 河潜还有继续比赛的希望吗 锅路上场 驾驶汽车上坡 前面有选手成功 有选手掉下钢丝 锅路能成功吗 调整也不多 直接就驶上了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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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驶上车的际人 就驶上钢丝 也不做到 中文字的隐忧 也不做到 就驶上钢丝 就驶上钢丝 棢丝 就驶上钢丝 掌车快诶 快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是选手对选手的心理因素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 第二个方面是对选手的一个驾驶技术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 那么对选手心理方面 因为我们这个钢丝宽度不局 这个一厘米 选手在通过这个钢丝时 而且旋空将近一米左右 这是因为旋空驾驶 对选手这个心理素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检验 另外一个对选手技术必须对趁着每一个部位 必须有一个精准的定位 尤其是车轮与钢丝结合部 因为结合部大概两平方厘米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那么在我们平时训练中 有一些选手会出现 因为在进入钢丝桥之后 打动方向 时机 以及速度 把不准 造成了吊桥 三号选手和谦 淘汰 由于在第一环节过模拟冰雪路时 没有发挥出平时训练的水平 所以想在第二环节过刚四时追回一些 眼看车轮就要上桥了 心理一放松 导致后轮吊桥 在吊桥后 我心里非常后悔 非常懊恼 能够参加队的比赛 我收获非常多 总结 失败的经验就是 自己心理素质不够过硬 不能发挥出平时训练的正常水平 所以在下一步工作和训练当中 我将继续努力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观众朋友们 第二关的比赛结束了 现在场上只剩下两名队员了 那么这第三关终极对决 两名队员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来听一听 扬染的介绍吧 观众朋友 这关是模拟战争条件下 选手们驾驶汽车行驶在路上 会遇到路障 爆胎 火障 袭击等等考验 克服困难 紧急护送伤员登上飞机 战士们的职责是服从命令 坚决完成任务 接下来选手们将会表现如何 终极PK 现在开始 在战场条件下 迅速判断面临的情况 做出正确反应 战场意识 临战状态和适应战场条件的行为 对一个战士来说 都是生存和执行任务所必须的 第三关 历经险阻送伤员比赛规则 两名队员受领一个同样任务 驾车将一名伤员 送至指定机场的飞机上 途中必须完成 清除路障 更换一个轮胎 消灭五个假设敌等环节 完成任务用时短折获胜 张总监的主 刀 郭总监 刀 我命令你迅速将我方上远 转移至后方野转机场 沿途可能遭遇 敌人袭击 注意防护 释放命令 立马 立马 驾驶越野车的是第一位选手赵东旭 谁是终极英雄 是我们喜欢的一个栏目 有自信 敢担当 敢挑战 谁敢横刀立马 谁是终极英雄 终极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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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下一个就是你 我们期待 让我们共同见证 英雄的诞生 加油 加油们 驾驶越野车的是第一位选手赵东旭 国路接受了相同的任务 走在泥泞的道路上 在本关设置中 谁将成功并且最快完成任务 将决定冠军的归属 赵东旭的汽车 撵过泥泞 撵过坑坑洼洼的山路 颠簸开过来 车耻赵东旭 驾驶着车辆 肩负着宋商员的重任 赵东旭的前面 出现了一道铁丝网 这是他第三关中的第一个障碍 蛇行网 路障和泥坑 赵东旭的车子陷进了泥潭 他下车没有过来清理铁丝网 先注意到道路右侧的石头 赵东旭搬了一块石头 他把这石块填在路中间的石头堆上 在战场条件下 迅速判断面临的情况 做出正确反应 这是必须的素质 赵东旭忙活了半天 他注意到前面的铁丝网 赵东旭跑过来 把横在路上的铁丝网搬开 到目前为止 二号赵东旭 用时五分十四秒 赵东旭 我们期待你 下面的表现能更棒一些 过路的越野车飞奔 车轮飞转 片片泥巴随之飞扬 过路的车已经在山路颠簸很久了 这车辙 履带 碾过的山路 不知道通向何方 前面出现了一道铁丝网 送伤员的任务 不仅需要他高超车技 更需要他钻牛角尖的劲 过路遇到了路障 车也陷到泥潭里了 踩在泥水里 过路直奔铁丝网 他搬开铁丝网 从锅路这个搬铁丝网的动作可以看出 身处战场环境 遇到情况 锅路立刻判明主要方向 干脆利落 节省时间 到目前为止 四号锅路 用时 两分零五秒 在清除路障环节 锅路已经把和赵东旭之间的时间差 大大缩小了 车胎爆了 赵东旭拿出天津顶等工具 他采取了先卸下备用轮胎 放到旁边的策略 利用千斤顶 换轮胎是驾驶员的基本功 但是在泥泞的山路来完成这个任务 如何在松软的泥土上 把车顶起来 如何一身泥 一手泥 拧螺丝 就真正考验驾驶员的水平了 泥巴太软 支起千斤顶都非常困难 车子需要先顶起来才能卸下旧轮胎 他支上千斤顶 轮胎也被爆了 这是锅路的车 他拿出千斤顶等工具 钻到车头下面 波路身上都是泥巴 这压千斤顶也是个力气活 反口气 歇一下 千斤顶把车左前轮顶了起来 卸打坏的轮胎 手上都是泥 这样的手拧螺丝很困难 而且卸螺栓也是个技术活 轮胎螺栓的六个螺丝 用力均匀的拧 才能把它卸下来 单手上也是泥 轮胎很难卸下 不过锅路动作还是很快的 在这水里泥里 螺丝很不好卸下 赵东旭卸下坏轮胎 费时也不短 波路真有骨子力气 他把坏轮胎搬到车后面 而不是滚过去 他和赵东旭处置新旧轮胎的顺序略有不同 他卸下备胎 先安装好坏轮胎 先安装好坏轮胎 于是他把备胎推到左前轮位置 安装新轮胎时 要把轮胎抬高到一定高度 他抱轮胎很吃力 泥泞的轮胎和泥土 满手满身的泥 波路安这个轮胎 可是相当的费力 木棍用上了 脚全用上了 扳手上 螺丝上 全都是泥巴 不知道螺丝有没有打滑 太滑了 单手都滑掉地上 把备胎装好 需要对准螺丝螺母 赵东旭 为了好大力气才对好 轮胎的分量不轻 加上泥巴打滑 赵东旭满头大汗 轮胎需要拧紧螺丝 才能固定 赵东旭 手上都是泥水 太滑了 还是翻手 用着顺手 卸下千金顶 钢盖 钢盔旺 还好 发动汽车 到目前为止 四号锅路 用时 十二分 零九秒 轮子不会掉了吧 汽车沿着陡峭泥泞的山坡 往上爬 车轮 不断 打滑 锅路在换轮胎中 也节省了时间 他终于反超赵东旭 跑到了前面 赵东旭的最后一个环节 是安好坏轮胎 为了节省力气 赵东旭把坏轮胎 推到车后 在更换轮胎中 因为泥泞打滑和轮胎的 承重等因素 赵东旭体力消耗 非常大 他的动作消耗了很多时间 满脸湿汗 终于完成了轮胎更换 到目前为止 二号赵东旭 用时15分30秒 波路的车开来了 在敌人的炮火封锁区 波路快速的变换方向高速通过 假射敌 在这一环节 我们为两名选手 预设了五名假射敌 在假射敌头 胸 腹等要害部位 安置了激光感应接收器 而两名选手的枪上 都装有激光发射器 一旦命中假射敌 有效部位 头上就会冒烟 在伏击点 五名假射敌 潜伏了起来 一旦命中假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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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波路枪上的这个小装置 这就是战术对抗模拟系统的激光发射器 现在就看波路能用多长时间 把五个假射敌身上的激光感应器 命中 burial 没有 草砯 楼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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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石头树丛中潜伏起来准备打伏击 赵东旭这回遇到麻烦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赵东旭在这个环节用15分13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成功将商人送上了飞机 他领先一步 到目前为止 国路总用时17分09秒 赵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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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个环节目 听到赵东旭 听到刚才结果 自己被淘汰了 感觉很遗憾 在第三关中 自己换轮胎 动作比较慢 在对敌射击中 动作也不够利索 虽然这次失败了 但在训练中 自己吸取了不少经验 在以后的训练中继续努力 亲爱的战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经过了三关的激烈比拼 队员们经受住了体能技能和模拟实战的考验 现在冠军终于产生了 下面有请第二十集团军 某四信大队大队长程健 宣布获胜者名单 下面我宣布 在此次谁是中级英雄车王争霸赛 系列之中原铁骑兵比武竞赛中 获胜的是四号选手 四军四年中士郭露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祝贺 战友们 掌声欢迎获胜者国禄上场 请为获胜者国禄带上荣誉之花 战友们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终极英雄的祺质入场 请获胜者国禄 在这面旗帜上 牵上他光荣的名字 战友们 我们非常新奇地看到 在这面旗帜上又增添了我们一位战友的名字 他见证了我们中原铁骑兵 过硬的军事素质 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高超的驾驶技能 在向获胜者郭露表示祝贺的同时 我们也要感谢其他队员的参加 因为你们的参加使得本次比赛 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激烈 是的 今后这面旗帜还将跟随着我们设置组 走进全军和武警部队 记录下一场场激烈的比拼 写上一个个闪光的名字 观众朋友 军事训练是实现强军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抓手 济南军区第20集团军某私训大队的小伙子们 对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军事训练实际 本期的谁是终极英雄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